好 第一個在戰爭動態 特拉維夫遭到高超音速導彈的襲擊 這是胡塞所發射的 然後另外一頭 我們看到以色列的第三大城 也遭到襲擊 真主黨24小時之內 炸彈雨 120多枚炮彈 其中有5枚飛向了海法第三大城 鐵球攔截失敗 所以今天有一些標準聳動 叫做真主黨首次攻破了鐵球系統 然後伊朗的民航組織 在這個6號晚上9點到7號早上6點 突然之間取消了部分航班 讓大家心裡毛毛的 在周年當然也是一個 回顧跟展望的時刻 各方公佈了很多數據 加薩衛生部至少41870人死亡 大部分都是平民 200多萬人的加薩算一算 說是這個平均大概每5個人 就要死一個人 然後還有這個新聞工作者 也是高維群 CNN的統計 在過去開打的這一年 128位記者在加薩這個喪命 另外一頭經濟上的損失也不可思議 加薩今年上半年的GDP 當然比去年同期降低86% 就整個都崩了嘛 被打成了一片廢墟 約旦河新岸今年上半年的GDP 減掉了四分之一 還有伊朗今年的經濟成長 比去年放緩了1.8個百分點 另外以色列也好不到哪去 財政赤字上升到GDP8%以上 還有4萬6千家的以色列企業倒閉 那以色列經濟學家說戰爭的總成本 算一算1200億美元 佔以色列GDP的五分之一 那但是不用擔心啦 因為過去一年 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超過了179億元 這個錢還會源源不斷地進來是嗎 美國官員講了大實話 目標是影響以色列的行動範圍 不是要終止衝突 所以亮哥這一年下來 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我認為美國對以色列打 離南已經放綠燈了 所以以色列會用最短的時間 去完成這件事 這等於是 大概也要讓拜登政府有一點好消息 那個方式就是跟加薩一樣 地面部隊進去洗一頓 已經基本上建物都炸掉了 可是他要重兵駐守 以便讓北部的屯肯區的老百姓 可以安心回來 那他那個重兵駐守 就意味著聯合國維和部隊 你們可以回家了 那那個埃及那邊廢城走廊也是一樣 以色列已經重兵駐守了 那就跟埃及講說 1975年那個協議就不算了 我認為他就是硬幹 講白了啦 那未來你也會在加薩看到 那個加薩市是最大的城市 那以色列屯肯居民又會開始搬到那邊去 然後又在周邊弄個緩衝區這樣 然後又比照約旦和西岸 把加薩分成ABC山區這樣 那用不同的方式來管理 我認為他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個英文有一個詞啦 叫Settled Colonialism 屯肯居民的殖民主義啦 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地侵吞周邊的土地嘛 已經幾十年了啦 所以我認為 可是他這次可能會碰到撞牆啦 因為黎巴仁、珍珠島、地面戰爭 沒有那麼弱啦 那以色列以前坦白說都是先用空襲嘛 因為以前他用F35去 黎巴仁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伊朗這次可能有小幫忙啦 因為對那個內瓦廷空軍基地做轟炸嘛 所以可能跑到戰時不能使用 所以就會減少他用F35 在黎南先把那個重要的點把它炸一炸 就會減少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以色列的時間壓力很大 他一定要抓緊時間 因為他的經濟相當不好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的國防疫 有30萬人被迫動員 可能是後勤啊 也有前線的 那這些人都在上班 所以等於是30萬人離開崗位去作戰 這是第一個 那約旦和西漢 本來有8萬人在以色列工作 大部分都是做營建業 他現在不敢讓他們過來 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破壞者 所以現在缺工也很厲害 營建業已經少掉了40% 因為沒有辦法動工 所以他的GDP本來 預期今年是有3% 那現在下修到0.7% 而且他的 我們說以色列人不是很愛國嗎 可是民營企業家的資金在外逃 因為以色列的幣值 那個Shakel在貶值 所以就很多人想要及早離開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戰爭不能拖久了 因為你看他花了1200億 美國到現在也只給了179億 美國再怎麼樣有錢也不可能支持戰爭 全部幫他出了 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消耗戰就是周邊阿拉伯國家的策略 就是你不要跟他一次性的打 慢慢跟他拖 那就拖到他喘不過氣來為止 所以黎巴仁政處長不要傻 就是說以色列進入部隊一萬兩千進來 那你就跟他一槓 我覺得這樣是傻 你可能是這邊打一下再跑掉 然後一直困手 你這個以色列的部隊在離南地區 然後始終不能夠定下來這樣 那另外我覺得美國現在在 全力勸阻以色列不要打伊朗 那就說你離南可以打了 可是伊朗你不要打了 那我認為以色列在這次伊朗的導彈的射擊 真的有受損 他不能承認 那個基保衛星圖看得很清楚 他上打了三個空軍基地 那還有一個摩薩德只距離400公尺 那在一個學校打了一個大洞 沒有打中 我覺得是故意的 那打中還得了 搞不好那個伊朗的宗教領袖都每天都要躲在地堡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故意的啦 就表示說你鐵球沒用啦 對 我真要打還是打得到 那以色列當然很沒面子就很生氣 因為歷來是必報仇啦 對啊 必報仇 是啊 到現在為止沒有 至少也要打你的石油設施嘛 可是你現在如果打石油設施 伊朗也不可能不做緩擊嘛 這個叫飛彈乒乓球啦 你知道嗎 你打我我再打你 那賀錦麗就很麻煩了 因為這樣油價會上升 油價現在已經突破80了 那如果這樣飛彈乒乓球再搞下去 我認為油價會接近90 那對拜登的通貨膨脹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覺得 可是因為歷來我們看 美國在勸阻以色列 好像從來沒有成功過啦 所以我並不認為以色列已經完全答應 拜登說我不會打伊朗 所以還要再看一下 那亮哥覺得呢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結局來看 他跟過去五次中東戰爭 還有你看俄烏戰爭 感覺上好像慢慢慢慢的盡頭出來了 那這一場呢 那個黎巴嫩珍出黨沒有那麼弱啦 他是正規軍 他跟哈馬斯是不一樣的 哈馬斯就是真的比較像是 散在各地的那個一小撮一小撮 黎巴嫩不是喔 黎巴嫩珍出黨是正規軍 有制式武器 你說他發了120多個炮彈 但這不算什麼啊 有人估計黎巴嫩珍出黨擁有的炮彈 超過15萬枚 15萬啊 然後他的人數大概有將近5萬人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小的力量啦 所以不太可能 瞬間就要把人家征服啦 不太可能 以色列在2006年實際上是被打敗的 所以才會有聯合國維合部隊啊 因為他那次沒有打贏喔 那據我瞭解是 他20輛坦克被摧毀 那死了了121個人 然後就順速撤軍喔 所以我認為 而且那個地方的地形喔 跟烏克蘭不一樣 烏克蘭是平原啊 那個地方地形也蠻複雜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它真的要構成一個緩衝區 至少要打進去30公里 其實還是蠻大的 所以我認為還有得打 好 因為剛滿一週年嘛 所以我們看到又馬上要選舉喔 在美國內部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 包括紐約今年也都有 這個大規模的遊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